4月当年因偷袭珍珠港而名声大噪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56 乘飞机外出时被美国战机击毙 但他的死却被日本当局宣传神话成一个完美的武士殉道 树立成日本孩子的榜样 因为每个日本男孩所接触的训练都是做好准备迎接死亡 所以武士道精神教育下的日本士兵通常将死亡看成了最后的归宿 这是1944年在菲律宾海域发生的一幕 美军远准备将掉落水中的日军士兵打捞上来 但是当这位日本士兵靠近美军舰之时 却拉向了身上的手雷 樱花历来是日本精神的象征 樱花的生命很短暂 在日本有一句名言说 樱花七日就是指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只有七天的时间 所以妩媚娇艳的樱花经历短暂的灿烂后随即凋谢的壮烈 也被日本人奉为精神教条 日本人认为人生短暂 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 即使死也该果断离去 当这种樱花精神在战争中被军国主义分子利用后 那些疯狂扑向另一群生命的躯体就成了转瞬即使的黑色樱花 这是太平洋战争后期一种为自杀冲锋专门设计的飞机 只能起飞不能着陆 飞机上装满了炸药 触碰到任何地方都会被炸得粉碎 这就意味着飞机一旦起飞就只有一条路 就是飞船死亡 疯狂的自杀式冲锋在莱特湾海战中大规模的出现 被称为自杀特工之父的大熙龙智狼 在菲律宾海上空组织了一波接一波的自杀式冲锋 在喝下绝别的清酒后 每一个特工士兵都像被注射了兴奋剂一样 驾驶着这种画有樱花标志的飞机 疯狂的冲向美军的舰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